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扣印之錄影節目時間 想不到剛剛上星期五才出現盤點10位今屆英超被炒的教練 以為今屆英超最壞都是平紀錄 平上年 炒10個就算了 乾地應該是最後一個 反正英超已經進入最後直路 怎麼都猜不到 剛剛過完週末的英超聯賽 再多兩個都下亡雲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烏丫口 祝福他們全部都可以安然度過 轉過頭就多兩個落獲 所以今集就有一個番外片 Focus就是兩位最新被炒的教練 就是羅渣士和朴達 研究一下他們的死因 以及預測一下有什麼可以是一個好的計任人選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CLS 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主力說愛對阿仙奴之外 其實也會說一些扣坦的熱話 另外不定期也會有一些聲音直播的Live 另外接下來復活節假期 今個星期日的夜晚 以及4月29日對著車仔的比賽 小弟都會搞一個看球派對 分別就是利安普對阿仙奴 以及阿仙奴對車路士 利安普對阿仙奴 其實現在有兩個位置放出來 但是填的那張Google Form 不會填到 因為已經關閉了那張Google Form 如果填Google Form 就可以報這個月尾對車仔的一場 還有十幾個位置放出來 想報這個週末對利物浩那場播的看球派對的話 可以PM我 在IG到PM我 我就幫你留一個位置 但記住只有兩個位置 先到先到先到 好了 是時候回到今集節目的正題了 這張backshop 我也找得不錯 羅渣士和博達 爛依資訊 竟然在今週英超聯賽過後就被解僱了 羅渣士其實已經執教了理成4年 由2019年當時的年底 本身教了謝路迪 後來理成解僱了教練 就找到當時代謝路迪也算是如日方中的羅渣士過來 其實羅渣士在這4年之間 為理斯特城 都立下了不少的漢馬功勞 包括就是頭兩屆 其實都是以第五名完成這個聯賽球櫃 可以帶領球隊進入歐洲賽 這兩屆的第五名 其實還要很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他們那兩屆 是處於一個頭四的位置 只是最後的時候 就掉了出來 掉了去第五名 其實是有點可惜的 不然其實是有歐聯 另外也是曾經在足總盃的決賽 擊敗車路士 拿了一屆的足總盃冠軍 之後那屆 季初的社區盾 也是成功拿了 也曾經進入歐協聯的四強 所以賣單計算 羅渣士雖然可能不像 另一個雲爺雲尼亞里 帶領李承奇色奪冠 但是說他是近代李承最成功的領隊 即使這一刻他被解僱 這樣形容他 我絕對認為是不過份的 當然 現在李斯特城 在一個水深火熱的位置 而今年其實李斯特城表現出來的狀態 都是相當之票乏 由上屆開始延續到今屆 導致羅渣士被解僱的直接導火線 就是剛剛星期六的晚上 作客在領先的情況下 1比2不迫水晶宮 而這場球其實都挺搞笑的 搞笑的原因就是 在於水晶宮對方 就是剛剛換了領隊 就是解僱了位拉 換了學神爺爺 這也是年紀最大的英超教練 75歲 不知道是否李承的管理層 看在眼內 人家一換完教練 整個2023年都不懂得贏 這場不單止贏 還要是整場是按住李承來砌 對於一隊之前 說進攻紀錄很尷尬 不知道多少分鐘沒有中過籠 但是這場球 31射9中 是水晶宮多年以來的紀錄 甚至上半場已經有20次射門 都是英超不知近幾年的記錄 但是這場球又很搞笑的 是李承是先領先 他們憑著下半場 列卡道佩尼拉後備 有球進 然後被反擊 一個很典型的水晶宮 以及很典型的李斯特城故事 原來沒有一支球隊 讓水晶宮在落後的時候 可以收取更多的分 水晶宮今年在落後的情況下 一共拿了17分 同樣反過來 李斯特城 在領先的情況下 最後失去22分 這場球正正展現了這兩個極端 也終結了羅渣士在李承的命運 非常時尚的風格 所以有些事情 明明中有注定 我想羅渣士小時候也想不到 就是被對面的薪水學神 終結了自己四年的命運 管理層就應該看到 人家立即有效果 可能我也真的要做一下 所以羅渣士在這個比賽之後 就已經用完了 羅渣士本身也可能沒有想著 會被解僱 因為星期天他也是如常地 去到李斯特城的訓練場地 然後準備一些 Post Game的Analysis等等 但沒多久 所以高層就通知他 不好意思 就是現在想和你終止合作關係 最後雙方達成了一個 Early Termination的Milture Agreement 達成這個協議 提早終止合作關係 這一刻就會由一線隊的教練 亞當·薩娜 以及龍門教練 史杜偉是 暫代領隊 擔任這個暫代領隊 回顧羅渣士這四年 剛才提及過頭兩年 都是一個相當漂亮 相當不錯的成績 我想是由上一屆開始 慢慢開始掉下來 當中的關鍵或是一個轉譯點 TA的記者 做回顧 可能是上年捉了總盃 當時他們力爭衛免 但結果對著當時上在英冠的 洛城咸森林 是被大炒 4比1 而那場比賽 也有不少在羅渣士買回來的球員做正選 羅渣士在那場賽後 其實都蠻憤怒 或者蠻憤怒 又說 對球中有很多球員 都是不頂級球員 即是他們不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高水準發揮 直接踩自己的球員 都是不夠維持 當然也可能是話中有話 可能是暗示為你班主 或者是高層不貨水買人的話 那些球員就只有這麼多資料 但是看回2021年的夏天 其實是不是沒有買過人呢 絕對不是 2021年的夏天 在羅渣士帶領的第三個球櫃裡面 其實當時一來 是沒有人來隊 李斯特成是留下了主力球員 例如麥迪遜 泰里文斯 甚至乎華蒂 其實這一刻他們都還在球隊 額外地買了一群新的人 希望換血 包括買了蘇瑪利 達卡 華斯達哥 以及貝齊彥特 即是要有英超經驗的 有一些所謂的 伴擾人 或者叫做當打年輕的球員 有些潛力的 都有買回來的 而這幾個球員都遇上了前中後 例如閘位的位置 一共花了五千多萬 當然五千多萬不是很大的數字 但考慮到沒有主力離開 然後近幾年 李斯特成都一直有扔錢買人 除了今季就終於莫財 也就是為何李斯特成 最近一次的財務報表 顯示他們對球隊 其實是虧了差不多一億磅 我想2021年 這個Summer Transfer 的失敗 都某程度上 就造就了羅渣士 今時今日的困局 以至他現在為何要下台 首先就是 華斯達哥 其實由修咸頓加盟 兩界以來 一直都沒有踢過一場好球 基本上由上年一月開始 上屆的一月開始 華斯達哥從來沒有試過 在聯賽有正選的上陣機會 而今屆他只不過是 三次在本土的杯賽正選上陣過 華斯達哥在早前 國際賽期的時間 也接受了當地丹麥傳媒的訪問 也是炮轟球隊 或者炮轟羅渣士 就不明白為何不用他 也是受到羅渣士的處分 扔掉他離開一線隊的訓練 不讓他跟一線隊的球員一起訓練 證實了華斯達哥是一個失敗的收購 羅渣士就不懂得怎樣用 而剛好也撞正 就是伊雲斯 這位防線的定海神針 雖然大家的印象 可能還停留在萬聯那種 扶不起的壓鬥表現 但承認伊雲斯去了里斯特城之後 其實無論他再之前在西部浪也好 之後再過日里城 其實他的表現是發揮得不錯 也有一個領域的角色 始終他也是一個經驗 剛剛說過了 華斯達哥又不適合 蘇欣祖還是踢了一屆好球 這兩年他的狀態效果有多厲害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變相今屆 夏天唯一一個 叫做deadline day前的 outfield player的收購 就是這位無心法師 來自比利士的法師 都要過來救忙 經過季初看到里斯特城的防線 都很不適合 法師 我自己覺得還有一點飄忽 但看到這個球員的質素是不錯 不過可能有時候會放一下烏龍 好像在里面浦浦那場連擺兩個烏龍 另外 剛剛冬季也買了史特城 澳洲的中堅 剛剛世界盃 看得不錯的收賭 收賭和法師似乎的默契 依然是要繼續慢慢建立 始終這一刻 對比起之前 伊雲斯領涵 搭著狀態好的蘇欣祖時 那個水平都有明顯的差距 另外再說一下後場的問題 再說一下前場 這裡那兩位黑人球員 達卡和蘇馬里 先說蘇馬里 當年也算是 如果有打FM 或者有看法甲的朋友 都知道他的潛力是不錯的 但蘇馬里來到這麼久 是完全沒有踢過一場好球 一開始有正選 後備有時候後備出到來 明明李承領先 想著換蘇馬里進來 就加強過防守力 結果會弄巧反絕 被人追回頭也還可以 所以蘇馬里 慢慢由正選淪落 到後備 也不是經常有機會出來的球員 而原本的正選 李迪迪 也在重傷之後 似乎 撞得很快的表現 羅喳士前期的李迪迪 他是1920的球季 平均每場球有6.5次的Tackles 加這個Interception 有8.1次的增長 到了這個球季 其實已經倒到一半都沒有 只剩下3.6次的Tackles 和3.8次的增長 他在中場線就沒有以前的Dominay 也間接令到李承的中場 其實經常性都是受壓 又或者是對方很容易通過中場 就打穿李承的後防線 所以你看到 詹斯和麥迪森 經常都很沮喪 因為中場線基本上就是他的 獨力擔大棋 當然麥迪森幫到的就是進攻方面 麥迪森 是少有羅喳士 買回來 這幾屆 就算今屆上屆是差的話 整體球隊的表現是差 但是麥迪森依然保持得到 一個相當有水準的表現 亦憑著他出色的表現 趕及這個世界盃的尾班車 可惜沒有太多出場的機會 甚至乎他也在李承 抱起了這個隊長避障 另外剛才還有一件的 就是達卡 無論是達卡 還是另一件的黑人前鋒 伊謙拿組 這兩個買回來 都是希望可以取締年次佔高的華底 希望在入球率方面 有些保證或改善的功力 但是達卡的表現絕對令人失望 當時在紅牛 其實他的入球率是極高 亦都被譽為是歐洲其中一個 最隻手可熱的新星前鋒 但是來到李承就完全無法發揮 經常都失機頻頻 包括早前捉獎盃出局的比賽 其實就是達卡 也有一兩個單倒球 是失敗了 另外看回他的入球率 其實都是相當低的 至今都未試過在聯賽 是攻入雙位數字的入球 那麼伊謙拿組 我只記得他 不知道今屆中段 還是上屆中、中、尾 有一段小陽春 就連續幾場有波入 但是 然後就沒有延後了 一定是試過兩次 叫做小爆絲 其餘大部分時間 八成時間都是垃圾的 只有一兩成時間是有表現 完全取代不了華底 之前很堅持的表現 還有華底的一劍封喉能力 或是無球走位 似乎這兩位仁兄也無法發揮 另外一個理性 羅渣士的敗筆 就是在於隊中 其實現在這一刻 是擁有很多 已經是準備原諒的球 途中這一位就是表表者 泰利文斯這位比利士的中場 阿仙奴也多次傳出對他有興趣 萬聯、利物浦等等 BIG6球會 每個轉會槍基本上 都會跟球員有轉會的緋聞 但是 到最後都是指紋樓梯響 不經不覺 泰利文斯去到季尾就會懸弱 似乎很大機會會以自由身離隊 試問 一對球 除了泰利文斯之外 另外還有七個球員 都是這樣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 季尾也很大機會走人 又怎會跟你很拼命地踢球呢 所以你會看到泰利文斯 有時候都在球場上 度步、慢步 除了泰利文斯之外 還有什麼球員呢 迪迪借用 我不算他 亞馬提 另一位防中球員 文迪 也就是 你看到中場 很多球員 尤其是偏向防守性 原來都是圓弱的 另外蘇恩祖 伊雲斯 貝查特 也是另外一個 2021年加盟到來 只是上陣了 寥寥可數次數的 集位球員 還有艾若斯佩雷斯 明明在紐卡蘇的發揮是不錯的 紐卡蘇降班之後 過來 尤其是李斯特成 他的發揮是一直打不出之前的水平 今屆就被羅喇斯 棄勇借了去貝迪斯 前中後也有問題 買人又買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 今屆又沒有錢買人 然後又有那麼多球員 懸弱 可能是無心亂戰 全部都是死因 如果再說多些死因 陣中沒有大佬壓場 伊雲斯經常都傷 季前卡斯帕 蘇米糕也遠走 去了法國的尼斯 變相 亦都沒有精神的支柱 現在基本上只剩下華迪 這個老神志 華迪今年多數都是後備 如果你說場上 尤其是中後場 李成問題就不是進攻 進攻其實都可以 但後場太多失 不太容易被人打穿 你看到馬迪達 二比一絕殺 那球塞下去 去到這麼關鍵 九十幾分鐘 作客你拿回一分也好 那個位置竟然可以 比馬迪達 完全無人看管的情況之下 接應到 集中能力或棋位相當之離譜 這些就是後場 沒有人有領導師提搶 而造成的一個弊柄 沒有卡斯帕 蘇米糕用了丹尼獲特 丹尼獲特今年的表現 有多神乎其妓 我想大家有看李成的比賽 都看在眼內 即是有些 你覺得都不是很難救的球 但丹尼獲特 都完全是救不了 羅喳士其實都忍無可忍 兩週前他都開始 決定放棄丹尼獲特 轉用艾弗遜 可惜只是 給了兩三場艾弗遜機會 他自己的碎位都已經沒有了 羅喳士其實在言語之間 也承認丹尼獲特 已經給了很足夠的機會 但可能無法送給羅喳士想要的東西 換了艾弗遜 是不是真的好很多呢 似乎又不是 總結他在李成的四年生涯 其實我都覺得是公多於個 你看到李成其實很多的粉絲 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其實都在一些社交平台 都感謝羅喳士的貢獻 還有很多不少的球評家 都是肯定羅喳士 其實有一個戰術執教的能力 不過可能 他相比起再高一級的教練 好像哥迪奧娜等等的領隊 就是羅喳士 是一個System Guide 即Systematic是好的 也是有一些很理想的規劃 在一個球會裡面去執行他的一些 計劃好的事情 而初段來說 正正好像在利物浦一樣 其實他都順順的 但當遇到一些阻滯 或者當事情不如他的理想般 去發展的時候 他的應變 或者那個執生能力 或者是因時制宜的能力 又好像比起我剛才所說的一些名稅 就稍有不及 例如在利物浦的時候 其實當我史達寧離隊 另外蘇亞雷斯也叫走之後 打破了他本身的Foundation的時候 似乎他就沒有那個 及時經變的能力 可以令到球隊再次進化 或者是保持之前的好成績 Anyway 在李成這四年間 其實四年都已經是羅渣士 是歷來做教練的一份最長的工作 他這屆其實都不是第一次遇到被炒的危機 但之前他憑著世界杯前那輪 五勝一和的表現 是能夠為他扭轉局面 但可惜去到世界杯之後 李成的問題全部都固態伏盟 即是世界杯之前 明明有一段時間 防線是好很多 但世界杯回來之後 過了一月轉會槍 其實李成的防線 繼續都是穿弄的 最終在大家意慶難生的情況之下 提早結束這個合作的關係 但羅渣士和李成還有兩年合約在身 提早終止這個關係 我想可能李成也要給他 8M乘兩年 不過就可能不是一次過比 正如報道所說 可能是分開幾年去比 另外8M一年 對於李成來說 已經是歷史以來最高新的教練 但還是那句話 沒有說做了水魚 畢竟羅渣士真的有過成功的時間 而我相信羅渣士的執教能力 其實他踢一踢一鎖 我覺得明年他仍然還有市場 尤其是對於英超的中型班來說 羅渣士也是一個頗理想的人選 但當然了 李成這一刻 就要想一想 最後這九場十場 究竟要找誰去戴呢 我剛剛也說了 水晶宮是有版的 一換了教練 馬上有了道 因為水晶宮未來都是生死大戰 而李成這個換水時機 也不可以說是錯 因為六場內有四場 正正又是對著這些六分球的護級對手 所以我覺得找站代領隊 頂可能下一場是OK的 但是 長遠來說 我想如果要這九場 真是靚靚仔仔 找回一個像樣的教練 對於李成的護級前景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傳聞中一些對象 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肯教呢 現在就傳一些什麼 普哲天奴 普哲天奴 我覺得大名 他未必肯來教你 另外Thomas Friend 在賓福特教得好 現在有機會衝擊歐洲賽 應該都不會騷擾你了 另外 賓尼迪斯 反而賓尼迪斯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一來就是 其實他有很豐富的英超 的執教經驗 除了教練 阿普車路士 這些豪門之外 其實他也有教中油 有教護級的經驗 上當年紐卡蘇 也有找過他去救火 當年紐卡蘇 雖然最後還是要降班 不過後來賓尼迪斯 帶回他們升上英超 但是 賓尼迪斯 那一屆 其實他來得太遲 只是計算那段時候的得分 其實紐卡蘇是不錯的 現在李成 雖然排名二 但其實未病入高坊 因為我剛才也說 就是 你贏一場贏兩場分 就彈回到十三十四位 所以 如果你要快靚正 去到季尾的話 可能 再加上李斯特成本身 都多一些技術 比較好的球員 看看陣容配置 如果你說找一些 很傳統英式 所謂大聲那些 又好像不適合李成的踢法 你說換回 賓尼迪斯 我自己覺得是很適合的 麥迪森 哈皮班尼斯 德斯貝利河爾 中前場球員 其實都本身有他的個人能力 賓尼迪斯應該是能夠 加以善用的 但當然 還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 但這個大膽的想法 就應該不會成真的 既然水晶宮 找得回學神爺爺 你們是否可以考慮 找到年屆七十的 雲爺爺 雲尼亞里 當年的功臣 軍心方面 一定會大震 但雲爺爺 在今年的年初 已經接掌了 2月的卡利亞里 第二道執教 卡利亞里 暫時 OK 他帶了十幾場球 六勝六和 還是輸了兩場 還是三場 我相信 雲尼亞里 應該都會覺得 在意大利那邊 舒服自在一點 年紀大 還要回來 飽吃這些 護級的驚風散 還是不要打擾這個老人家 OK 好 那羅渣士的被炒 是可惜的 四年的關係 就這樣去到告終 本身他也是英超 頭幾名 叫做最久的教練 誰知道有死多一個 那下一個這個 應該都沒有去到這分鐘 屬於這麼慘 英超最短命的教練 但是 他也沒有去到一個季節 唉 真是好陰江二 剛剛說起 李斯特成 要找一個 體系型教練的話 其實現在他 是兼職 可能是分一分鐘 去到一些中型班 去到李成 還對 但如果一年 教三支不同的英超球會 我沒有檢查過 不知道是不是紀錄 OK 順便拉下去 說這宗 這宗相信 驚天很多 亦都是 這一兩日 大家球迷茶餘飯後的話題 就是 車路士的領隊 浦達 在9月初 接過杜曹的瑞印 接掌車路士之後 僅僅5個月都沒有的時間 被車路士炒了 浦達被炒的原因 很簡單 就是戰績不好 跟杜曹可能有少少不同 我之前的一集解釋 就是杜曹被炒 戰績 你說是否最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未必 可能是 理念 還有始終不是班主 自己信任委任 找回來的人 再加上杜曹可能 都是比較硬 挖的人 這些種種的因素 才可能是杜曹下台的 直接原因 但是浦達 既然是老闆 親手找回來的 關係就一定好 浦達 也是一些比較圓滑 比較軟滑的人 沒辦法了 浦達 真的 不能夠用表現去說話 22場球 7勝 7和 8負 防守能力 破打執政之下 長軍都失不足一球 但是最慘的 進攻 真的佛力 22場球 同樣都是入21球 即是一場都入不到一球 有接近一半的比賽 22場有9場 其實車老師 都不能夠入球 似乎這個進度 就是班主寶希里 覺得不是他們想看到的 即使世界杯之後 回來後 不好成績一段 都已經覺得他有危機 但是當時 似乎班主們都覺得 是信任的 或者是信任的 一直都可以 至少 可以給下季初的時間 給他多個暑假去 操作對手 但是 最後都是選擇 及早指示提早離場 就是 就是 not seeing the progress they wanted 但是炒均勻的方式 又沒有去到很殘酷 都是很專業地 浩達在到達車友室的訓練場地之後 然後跟高層有個會面 在一個短的會面中 就通知了他會被落獲的消息 浩達都因然接受 其實都不能不接受 現在 短期的計劃 今晚對著利尤普的比賽 他會暫時由本身的助教 Buno 成為暫代領隊 其實這件事 就不太常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Buno本身不是車路士的人 如果大家知道 Buno 這個江頭佬 其實都是浩達的後面 而Buno 正正在白禮頓時期 已經是踢球 然後 退休之後 加入了浩達的教練團 成為他的成員之一 這兩三年在白禮頓和車路士 都是追隨著浩達的 多數如果一兜 就會兜走整個他帶來的教練團 但現在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 他只是動浩達 但浩達帶來的那些人 他是不動的 甚至乎Buno 這個他的親信 直接是做了暫代領隊 車路士的球員 其實都對於浩達的被炒 感到意外 根據一些消息都指出 其實事前 車路士也沒有跟任何球員 溝通 球員們都是看 抵抗 抵抗 才知道這個消息 浩達 剛才說過他的成績相當之差 怎樣差呢 長均1.27分 是歷史上車路士 教過超過20場 的領隊來說 他的平均分是最低的 和河道 河道也是名稅 所以浩達不需要灰心 剛剛執教生涯 也算是初段 進來浩門 給幾個月的學費 也不用你給學費 你這麼高的工資 現在被炒了有錢賠 這個賠錢的問題 我知道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 首先 找他回來 給了百里頓2200萬的解約金 已經在足球歷史上 一支球隊 找一個教練給的成本 是最貴的 而是他的年薪 也不便宜 也有一千萬一年 他還有五年約 本身是簽六年約的 因為補希利 真的很搞笑 想很長遠地找到一個 長期的領航者 但是現在幾個月 已經是動搖了 你不要說是他自己動搖 還是他受到外界的批評 很多車路士 球迷的反對 而他也影響了他對於浩達的 長遠的評價或判斷 現在這個就既成事實 據聞就不需要賠足五千萬 應該當初有些決定 可能是一個 Surference Package 這樣分幾年 而不是給足五千萬 不過我想就浩達 也都覺得是OK的 看回車路士過往的歷史 都炒光地 當時都賠了很多錢 所以炒教練 賠錢來講 對於車路士 無論是艾巴莫惠治的年代 還是到現在補希利的年代 似乎都是一個常態 車路士現在排在第11位 浩達在車路士的最後一場執教的比賽 就是週末 0比2輸給阿士東維拉的比賽 那場比賽也很典型深呼吸到 浩達帶隊的車路士的問題 這場比賽車路士全場掌握了 這場比賽的控制權 主導權 有多達27次射門 對手只是五射兩中 但是兩次中籠都能夠轉化成入球 而在XG方面 車路士其實是完勝阿士東維拉 就是說 其實浩達帶領的車路士 踢出來的比賽或內容 其實是不是這麼差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絕對不是的 但是總是 爭位混仔也好 怎樣也好 或者球員把握力是有問題的 即是你高價買回來的 Woodrake 冬天買回來的 爭位贏了阿仙奴 這場比賽其實 他間接也是 托達被炒的一個原因 就是如果他在這場 對阿士東維拉的比賽 這兩下單刀球 其實起碼都要入到一球 即是以他的能力 但是似乎他是沒有信心 也好 兩個球都寫得相當離譜 沒有武力 中間是被馬天尼斯 接實 另外 譬如捷維爾 那些 全場球都不斷勾射 射了四五腳球 但沒有球是刺仰中籠 所以 open play create 機會的能力 是做到出來的 車路士 但是 總是不能夠將球 放進網 也有些球員很黑仔 譬如祖奧菲力斯 買回來是適合的 借回來是適合的 而且他其他東西都很好 你看到他上腳 倒球 甚至都很積極回後拿球 但是 總是去到最後一下 他總是差點差點 那 那 夏域斯那些 也很明顯 信心一直都不是最佳 那Mason Mount 因為那個合約問題 放在後備 連出都不能出 那 另外我想一個 嚴重一點的因素 就是 想不到他死在 一個自己的 前弟子兵上 但其他人說的是 古古里拿 古古里拿 古古里拿被炒之後 也有出了一個IG story 捉捕達好運 但是 這場球第一個 支持 正正的就是 古古里拿 後場牌交 撐回後 那 如果這樣說 事其是非其非 比 古古里拿 打的左中堅 其實已經證明了 他在防守方面 絕對不行 古古里拿 本身是一個進攻或者助攻屬性強的球員 你放得他打左中堅 自然就有爆炸的風險 還有你右中堅是擺G James 嚴格上來說 只有中間的高烈敗利在正中的中堅 這個都受到不少人的詛病 這個我只覺得也是破達救游自處的地方 你本身有好好的一個正常的左中堅 巴迪亞舒利加盟 一開始投幾場正選 踢得好好的 不用 用歐聯不註冊 你說無謂都算 那你聯賽可以用他的嘛 為什麼都不用呢 我明白 主場對著亞士東維拉 你覺得你是多汶能的一方 不介意就更多攻擊一點 放上古古利亞加哲維爾 那條左路就很強勁了 進攻方面的確是OK的 但是問題是你不要忽略 你現在對的是一個擅長打防犯 由艾瑪利帶領的 阿士東維拉嘛 阿士東維拉前場屈堅絲 阿士東維拉前場屈堅絲 沒有辦法 其實那些機會就不是機會 我們那些就很好的機會 但把握不了 拿到XG出來說 也有被人恥笑的 但他有說的話其實也不是錯的 那BOB叔也很好笑 BOB叔說當一個人或者國家 就來收檔之前 還說一些最冷靜的東西 那BOB叔 那BOB叔也有說過類似的 那麼瘋狂的東西 結果就真的 之後就被人解僱了 那BOB叔也是遭逢同樣的命運 那BOB叔是否完全沒有反省自己的問題呢 就不是 如果你看看整個 那BOB叔也很誇張地說 就說他明白現在一個戰績不是理想 那作為主場的球迷當然會失望 他也有說他會接受所有的批評 就是他會接受所有的批評 也都覺得這些批評是很合理的 那所以對於柏達可惜的地方就是 班主的耐性去到這一刻用完了 我覺得是短過我預期的 就是我明白很多車路士球迷都 尤其是因為杜曹那樣 那麼慘 被解僱的情況之下 對於柏達本身都已經可能沒有什麼好感了 再加上他又完全沒有成績 那就更加討厭他 因為對於舊的愛多了 而新寬亦都是deliver不到 那麼那個反差 或者對柏達的憎恨就會越來越大 嗯 但是我覺得又罪不至於死 柏達老實說 你給他一個這麼不平衡的陣容 我之前有說 柏達不是一個很差的領導 而也看得出他很積極地 想帶給車路士一些新元素 想帶一些自己的東西進來 看他的戰術的變更 更改 其實在他上任之後 我自己覺得防守是真的好 你看一些外國的球評的頻道 一些Twitter的Page 都說 撲達撿了車路士 之後車路士明顯改變了一件事 就是防線是穩陣了的 但是在進攻方面 始終都沒有一個很拿捏到的體系 或者是摸來摸去都摸不到一個最佳的進攻組合 上任之初有試過用奧巴美揚 然後發覺就不太行 那Mason Mount的狀態又一路浮浮沉沉 因為續約的問題 之前用過一段時間 然後又沒有用 斯達寧也一直發揮不到 在萬城的水平 也似乎證實了 只有哥迪奧拿才有他的說明書 即是他打那些歌帥體系 適合下面的足球就OK 但是一轉個體系 又發揮不到 你說1月買回來的Mudrick Felix是適合用的 Mudrick似乎需要更加多的時間去融入 最不解就是 穆迪亞基 其實他在PSV也不太出色 也不是一個很必然的正選 為什麼 都用一個不便宜的價錢買回來 之前試過給他正選也好 或者剛剛那場後備落場也好 樣子就像聖物斯文 但是發揮出來的威力 就可能連聖物斯文一半都沒有 這些又牽涉到轉會的因素 究竟 浩達來到又有多大的權力 給他買他想要的人呢 為什麼大家都 你知道我都知道 單眼路都知道 或者車路士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 懂得擺球入網的正前鋒 為什麼你1月用了這麼多錢 已經pre買了那些Gusto 那些球員 為什麼都可以不買 一個似樣點的正中鋒呢 究竟市面上 真的沒有一個 適合價錢適合車路士用的前鋒呢 又似乎不是的 那究竟這件事是要怪浩達 還是要怪車路士的 轉會總監轉會團隊呢 當然啦 也有些球評 其實就說到 也挺有前瞻性的 當他們委任浩達做車路士的領域的時候 他們已經覺得浩達就 未必是一個較強隊的最佳一人選 因為浩達經常都會轉陣式 即是他是一個因時制宜的人 對著不同的球隊 可能每場都有不同的陣型 不同的戰術配合 不過問題就是 轉得太多球隊 或者球員 又會不會適應到呢 還有如果大家看回 一些再成功一點的領隊 或者不要再成功 你拿回阿仙奴的阿迪達來說 當然阿迪達來說 帶隊的早期 其實他也是看餐吃飯 即是你見他拿了中杯防犯 那套陣式 跟現在阿仙奴的足球 都完全不同 不過阿迪達 比佩達幸運的地方 就是管理層不同 他買到時間 但是阿迪達都很強調 你見他最近的一些訪問 都強調一件事 就是他需要一些球員 是配合到他既有的戰術 還有他有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多聞能對手 我們要用我們的戰術 去主導那場比賽 而不是被對方牽著我的鼻子走 而我去應對你 現在反過來就是 你要配合我一個多聞能的戰術 不是我要根據你的戰術 我去想一些每場不同的踢法 可能如果調強隊 或者長遠去調豪門來說 其實是要有這個穩定的框架 而佩達本身他在百里頓的時候 就已經是經常都 換不同陣式 擺不同的球員出來 其實他在百里頓都經歷過很長的摩索期 百里頓都試過差點降班 是今屆季初和上屆季未來 開始摸到方程式穩定 那麼百里頓和車路士 是不同規定的 他在百里頓有這個時間 讓他慢慢玩 在車路士 就沒有這個時間讓他慢慢玩 或者他以為寶希里找得他過來 讓六年合約他 以為他有這個時間慢慢玩 但是最後班主也是向現實低頭 但是現在問題就來了 OK 那下一個教練會是誰呢 現在很多報道都說 拿高市民 剛剛被拜仁炒的教練 就是大熱人選 Fabricio Romano都說 其實車路士內部都會談 拿高市民接獎的可能性 都很大機會會開始去接觸 這位德國的近代最厲害的消費 再加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現在車路士的Technical Director 都是去年12月左右才上任的韋和爾 韋和爾其實就是前紅牛 前來比石紅牛的技術總監 上年10月的時候被人兜了 然後車路士就找了他過來 他以往在紅牛已經跟拿高市民合作過 也跟拿高市民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拿高市民本身打算一休息 季尾或是新的球櫃才去挑選哪一隊 現在會不會因為個人聯繫 而願意去接受車路士這份新工作呢 車路士現在手舞之急 就是接下來10場聯賽 希望可以打回歐洲賽的位置 另外其實在歐聯賽場上 車路士是入了8強的 老實說如果我是拿高市民 我一定會有反應的 老實說有什麼要失去的 現在這對車仔 就算我教不成功 有什麼冬瓜豆腐 勾聯出局也好 聯賽上不回頭七也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不關拿高市民的事 也不會背禍上身的 反而如果他教得好的話 大家又會對於拿高市民的執教能力很刺激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時候 教車仔反方向來想 有人會說這對車仔 哪有人肯這個時候接手 但我自己覺得接手的人 其實是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當然也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拿高市民 如果大家有看過他 教以前何分咸 紅牛或者拜仁 尤其是教拜仁 很多拜仁都會知道 拿高市民又是很喜歡試陣 那些什麼3313啊 3331啊 突然之間拜仁試過在德甲幾次 試過轉陣 有work過 也有試過是不work 接著是被一些弱的球隊逼和 失分甚至是被人贏 這也是拿高市民其中一個被救病的地方 哪高市民的風格 是有點像浮達 就是經常都會換戰術 拿錯了的時候就麻煩了 也牽涉到一些長短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很specific的系統 即是阿迪大有一個specific的系統 他就根據他要的體系去簽一些 他想要的球員 合乎體系的球員 但如果那個教練是沒有的時候 那怎樣去簽人呢 當然這個就已經是長遠一點的課題 但當然總體來說 就拿高市民 那個戰術的能力 就行內人會覺得他 是會被浮達較高 也是叫做有證明過自己 我想浮達 就是帶隊的時候 打一個四後防 就真的好屎 真的好不行的 但轉回到三後衛 就似乎好一點點 但當然去到這兩三場 就是三後衛的人選方面 也是被救病的比方 而中場其實就很慘 就是你買了安數回來 天隔 但你又放了佐真奧 然後其他 譬如高華石那些 又經常都雙下踢下 雙下踢下 另外就 簡敵 簡敵對於車路士的中場來說 其實都很重要 但他也在今年 或者這兩屆 是相當的踢 剛剛那場其實 復出 打後備 後備出場 簡敵已經是車路士為數 不多的兩點之一 所以浮達 我覺得他自己有自己的不足 但是管理層的問題 球員陣容的平衡性的問題 都是一個車路士 為何現在是這個困境的原因 那高市民當然是一個大熱人選 不過呢 如果你看回一些戰術的專頁 反而有幾個專頁都覺得 安力基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雖然香港的球迷 覺得他教西班國家隊的時候 有Bias 不選黃馬人 還是巴塞人 而覺得他是一般 但是 路易斯安力基始終是有帶豪門的經驗 過往帶領巴塞也相當成功 哥迪奧娜曾經說過 有兩支球隊 對過是覺得最好的 就是高普的利亞普 以及安力基大隊的巴塞龍 是最完美無懈的 他也震到那隻MSN 這類型的球星 對於車路士 現在所謂的老神子 大牌球星都走得七七八八 要管理這群球員應該不太難 再加上安力基的風格也是鮮明 都是會踢一些全空 比較粵目的足球 當然 也有人對於西班牙的勾猜拳 是有些保留的 但是 這些戰術對於強隊來說 其實多數都是buy 或者appreciate這一套 所以你見到有些專業都說 安力基在Squad Building方面 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另外費力克和迪沙比 都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為了迪沙比 又在白禮頓叫人 我相信白禮頓這次應該 不會輕易放人 迪沙比也見到前居可鑑 應該不會踏上朴達的後層 反正現在教白禮頓 也是教得順風順水 不過我其實安力基一個星期前 接受過訪問 說自己不是很想去英倫三島教 覺得沒有一支球隊吸引到他 但當時處於車路士 還未解僱領隊的情況下 可能熱誓不吸引他 不擔保有無限金錢用的車路士 是不適合他的 但無論誰成為車路士 下一任領隊 遇著善變的管理 四個字 祝你好運 所以他們今晚對著的對手 利物浦 他們的領隊高普 也是現在這一刻 英超最長順利的管理 他就說 這個世界真是瘋狂的 也爆了他的金句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Properly from your point of view is why I'm still sitting here in this crazy world 他說他是 Last Man Standing 但是最近利物浦 也很一般的表現 高普也看見他很沮喪 也不明白為什麼球隊表現得那麼差 我希望錄完這一集之後 就真的所有教練都 安然無恙到過季尾 我不想再出第三集的回來片 看看高普可不可以 趁今晚車路士群龍無首的情況下 就棒打落水狗 或是繼續都是今年作客不濟的表現 看看今晚車路士對著利物浦的比賽 少得是有機會開過聲音直播 所以記住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按鈴鐺 一有最新的直播也好 錄播節目也好 就會收到最新的通知 今集的這個節目 就到這段了 下集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